老婆躲卫生间打电话,我在门外偷听,聊天内容让我凝重。 在茫茫人海中,相遇就是缘分,两个人在一起就是需要彼此的信任与包容、资慈和谅解, 不要总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而去争吵,闹得两个人都不愉快,还伤害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 我和我老婆结婚已经有大半年了,但最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 她总是在躲避着我,好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让我知道。 为此因为这件事情,我也当面去问她,但她却不愿意和我多说,看见我就很反感。 我以为她肯定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头绪,所以才会这么对我, 但是她却始终都不愿意和我说实话,我也跟她说过, 如果你坦白,我会和你提离婚,我会离开你去成全你, 但她却还是不愿意跟我说,整天几乎都茶饭不思,夜难安晴, 于是我下定决心,不管通过什么方法,我都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 有一天在我老婆不注意的时候,我偷查了她的手机,打开她的手机, 我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可疑的事情。 她给我的备注还是老公,手机背景墙,还是我和她结婚时的照片, 密码设的还是我的生日,我迟迟不敢相信她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愿意和我说, 每次通话记录也没有。 但有一次不经意的时候,我发现我老婆躲在卫生间里迟迟都不出来, 我问她怎么了,她说她没事,后来我就站在外面一直等她出来, 没过多久,我听见她和一个人在聊天, 我心想觉得她在外面找那个男的,他们两人一直保持联系, 我越听她的口气越不对劲,我气急之下把卫生间的门给踹开了, 她看到我那一刻表情非常紧张,我就可以判定她一定是给我戴了绿帽子, 我一把夺回手机,去看见是她和我丈母娘在打电话, 通过电话里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, 原来我老婆在不久前已经查出得了癌症晚期, 她因为不想让我担心,所以才给我制造一个假象, 让我误以为她背叛了我,可是我又怎么忍心因为这件事情而离开她呢, 我跟她说你不要害怕,也不要拒绝我,不要离开我, 因为我们是夫妻,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去面对, 你要相信总会有办法去解决的,不要悲观, 但是我老婆她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刚硬的人,很独立很自主, 她始终拒绝我,总是每天在我耳边唠叨提出离婚, 我再也不会和她离婚,我不可能因为她得了癌症, 我就抛弃她去享受自己的天文之乐, 随着时间的变化,我老婆的癌症时间也不剩几天了, 我答应她会一直陪着她,直到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, 也许只有人经历过很多事情才能够明白, 人生中有很多道理,两个人真心在一起, 不会去在乎对方的贫穷,富贵,金钱,地位,权利, 只要有一颗真心爱她的人, 她也会去爱对方,真诚地对待她, 相遇就是缘分,不要因为一些物质上的基础, 而去蒙蔽了自己的双眼,刷使自己做一些糊涂的事情, 也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去毁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